嗨,大家好,我是小胤 本期视频,我将分享一款非常好用的软件,Photop 同时,我将给大家演示 如何使用Photop设计产品 去除背景 智能替换图片元素 修饰人物照片等等 大家应该都使用过Photoshop 如果没有使用过,那也一定都听说过 Photoshop是一款设计人员必备工具 不管你是专业设计师 摄影师 还是普通用户都会用到 Photop是Photoshop的免费替代品 Photoshop有的功能,它几乎都有 而且不用安装,也不需要登录 直接打开网页就能使用 对于偶尔处理一下图片 或者出差,使用他人电脑 都非常方便 在浏览器中输入这个网址 进入Photop的主界面 点击模板 这里有非常多优秀的设计可以借鉴 比如logo设计 个人名片 点力等 如果你想制作视频封面 这里还有很多优秀的模板 点击就能使用这个模板 修改成自己想要的内容 如果已经有了要处理的图片 点击从电脑打开 选择图片文件即可 如果你不需要模板 点击新建项目 选择图片尺寸 或者手动设置 在这里设置图片的背景色 一般选择透明 点击创建就能拥有一个新的画布 Photop的界面和Photoshop非常相似 界面的中央是进行图像编辑的主要区域 左边工具栏包含各种编辑工具 如移动、选择、裁剪、画笔、橡皮擦工具等等 长按或点击鼠标右键 可以展开更多工具组 当你选择某个工具时 选择栏会显示该工具的相关设置 例如选择画笔工具后 你可以在选择栏中调整画笔的大小和不透明度 界面的右侧 显示当前项目中的所有图层 你可以在这里添加新图层 删除图层 调整图层顺序 设置图层的不透明度等 如果我要编辑这个图片 直接在上面填充 原图也会同步被修改 如果你不希望改变原图 可以在这个图层上面 新建一个透明图层 然后选择在透明层上进行编辑 你可以随时隐藏或删除新图层 恢复到原始图像 页面的最顶部是Photopee的主菜单区域 提供了更全面的图片编辑功能 如果你不小心关闭了图层 可以在窗口中把图层重新拉取出来 按住Alt键 并使用鼠标轨轮进行放大和缩小 按住空格键 可以随意拓动画布 按住Ctrl加1 把画布调整到实际像素的大小 Ctrl加0 调整到适合屏幕大小 接下来 我要用这个花纹图层 快速制作成不同风格的手机壳 我先把这个图案隐藏 如果你觉得这个图层有点大了或者小了 选择要放大或缩小的图层 点击编辑 自由变换 调整图片的大小和位置 接下来 我们把手机壳的背景去掉 变成透明背景 优积图层 选择榨格化 把图片转换成像素形式 然后选择工具栏的模拌 点击要去除的区域 这里选择要抠除的区域不是很准确 我们调整一下容差 现在选中的区域就非常好了 我们按一下键盘上的Delete键 背景像素就被抠除了 完成后 记得按Ctrl加D 取消对这个区域的选中 这里还有一点 点击选中要抠除的区域 再按一下Delete键 Ctrl加D 取消选择 完成扣图后 把鼠标切回选中状态 背景部分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加一个图层 加入颜色 别加在手机壳底下 看看Ctrl的效果 这里要注意 如果图片被榨格化 做放图层 可能会导致图像变模糊或失真 因为榨格化图层 在缩小时会减少像素 再放大就会失去质量 所以在我们抠完图后 可以右击图层 把图片转换为智能对象 这样一来 无论你怎么缩放图片 图像质量都不会受到影响 智能对象图层 右下角都会有一个小方框 而榨格化的图层是没有的 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图层 贴合到手机壳上 先把图片放大 扩盖到手机壳上 然后在图层上右击 选择创建贴纸蒙版即可 扩动图片可以调整要显示的区域 或者做成文字形式 先隐藏图片 添加文字 输入一个花板 调整一下文字的位置和大小 OK 按一下V键 切换成移动操作模式 接下来 我们要把这个图案和文字贴合到一起 把它拖到文字上方 然后右键 创建剪贴蒙版 这就变成一个漂亮的花字啦 我们再给手机壳上个底色 把这个绿色图层拖到手机壳上方 还是右键 创建剪贴蒙版 一个漂亮的手机壳就设计好啦 使用油漆桶 可以改变手机壳底色 按住ALT键 点击想要的颜色 它会快速复制刚刚提取的色子 点击一下 就能快速改变颜色 除此之外 Botopee的智能替换功能也非常好玩 我们改变一下再张图的尺寸 点击裁剪 向下拖动线条 点击Enter快捷键 画布就被扩大了 接着右击污点修复画笔 选择智能替换 选择智能替换 矿注要替换的区域 然后点击替换 普遍就被自动补齐啦 如果你对这个效果不满意 可以继续点击替换 你还可以在这里输入关键词 比如透明 点击替换 这个效果还不错哦 通过智能替换 我们还可以一键移除图片中的内容 点击智能替换 选择要移除的区域 点击Remove 这个人物就被完美地去除啦 他还自动给我们填充了沙滩和海面 如果你是照相馆的工作人员 那你对接下来的功能一定不会陌生 点击污点修复画笔 调整画笔大小 直接点点点 就可以修复皮肤上的瑕疵 点击滤镜 液化 涂抹 可以给人物塑敛塑身 同胀 这可以把某个区域放大 关闭浏览器后 所有数据都会丢失 所以自作的图片一定要及时保存 如果你后续还要编辑这张图片 卷载保存为PSD 可以保留所有图层 文本 样式和效果 你可以随时回到项目中进行更改 如果你只是想把图片分享给其他人 Potopee也支持导出为市面上几乎所有主流的图片格式 好啦 今天我们就分享了Potopee以及Potopee的使用方法 如果你在使用时遇到任何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请不吝点赞关注我